先写下来 这是我的偶像生意来中第一次这么惊吓的在粉丝面前遇到的蜘蛛 你们知道我有多害怕蜘蛛吗 对啊多乱就是他的他说他是先他先 他先那个我忘记了差不多差不多 谁有新预约吗什么意思 应该去101 对我觉得今天的行程安排班就是应该让我去101 我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然后打开我的电脑 如果我今天有去101的话一切就不会这样子了 就不会有那只蜘蛛的出现 欲嫌 因为我现在已经没办法 我现在已经没办法我没办法思考了 就不会有蜘蛛冲出来 对啊你知道这长了就是什么样的概念吗 这就是你在YouTube上面看一个恐怖影片 然后看一个很正常的影片 突然间它一直蜘蛛冲出来下你这个概念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好我们还讲过我还没讲完 制造打鼓机的净料机器主要是生产 然后我们讲下一句 在1905年的时候 梅胎克推出了 Success域名 波壳机和粉碎机 然后我们就可以下一页了 我们有错过什么吗 没有 课本什么都没写 1907年的时候 梅胎克公司搬到爱荷华州牛顿镇 牛顿镇是一个距离爱荷华州首府 德墨英市移动30里的小镇 那时候开始 梅胎克主要就 梅胎克的制造重心 制造重心已经逐渐 转向家用洗衣设备和牛角式洗衣机 同年1907年 梅胎克第一台洗衣机 那我觉得这些应该也要写进去 还是我都可以记住 我觉得我的小奶奶都可以记住 但我们也一定会很紧张 米胎克公司的创办人 Ferick Ferick Ferick吗 Ferick 怎么念啊 决定在农具销售季节性低迷的期间生产这些奇迹 手推车透过木钉 这个有需要念吗 我觉得是不用念 随便 在1925年的时候 美泰克洗衣机公司 Matech Matech Washing Machine Company 更名为美泰克公司 Matech INC 怎么念啊 INC 是一个很强的词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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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 我第一次知道这个牌子 对啊我也第一次知道 然后他居然说他是美国的第四大 我也是很 美泰克公司 好跳过 并且同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在1927年的时候 美泰克已经生产超过100万台西医基 1929年 美泰克实现获利683万8883美元 创占前新高 也成功度过了经济大萧条 没有任何一年是出现亏损的 在1930年代 因为 经济大萧条的原因 人民 应该不是人民 在1930年代 经济大萧条时 民众为了寻求更经济实惠的洗衣方式 但是 这座洗衣店 崛起 嗯 这里要怎么讲过去比较好 嗯 甚至不知道经济大萧条 是什么时候 我只是乱讲 那么早就有 对啊我也在帮你们 跟你们报告 我在哪里 我在1930年了 1929年到1939年 发生全球经济 严重衰退时期 嗯 知识台 今天而已 Only today 我刚本来想不过Only today 但我怕会有资助跑出来 我觉得还是不要好了 然后因为所以 我觉得这个没办法 我觉得那我要讲那 那 我们要怎么讲啊 在1929 1930年代起 因为经济大萧条的时间在1929年到1939年 所以民众为了寻求更经济实惠的洗衣方式 是自助洗衣机电绝起 自助洗衣机电绝起 也因为这个原因自助洗衣电绝起 而当时美太科的洗衣机都加装了投币机 所以要怎么结束 要怎么结束这个1930年代 他为什么没有解释 没有他说当时都已经加装了 都已经 他没有讲都已经 都加装了 所以 所以 当时美太科的洗衣机都加装了投币机 好 直接跳过 1950年代晚起到1960年代 投币式洗衣机在美国迅速成长 那原因是什么 对啊 我是背景啊 我介绍背景啊 他没有讲为什么啊 为什么迅速发展 他没有讲到啊 我们突然很安静吗 我们突然很安静吗 不错 真的假的 没钱买 可是经济大小条是1929到1939年 那1950到1960年代还在穷呢 不用熟悉任一台洗衣机 不用解释吧 好吧 1950年代晚起到1960年代早期 投币式洗衣机在美国迅速的成长 在1970年代的时候 因为竞争者增加与电费的暴涨 自助洗衣机的业者获利逐渐减少 1975年的时候 美泰克推出新式节能洗衣机和家庭式洗衣店 才是行业恢复广场下一页 然后呢 在1954年的时候 美泰克播放出第一个电视广告 1954年 后面buff有1954 我今天用了苹果电脑做简报 然后呢 我就忽然觉得这个电脑很难用 明年BTS的时候买一台 在1954年的时候 美泰克播放出第一则电视广告 让美泰克播放出第一则电视广告 这让美泰克的洗衣机和干衣机都享有最高品质的形象 广告中维修工人爱生叹气 因为美泰克的产品不会鼓掌 不需要维修 所以美泰克的高品质可靠性让形象 完了我这不会念字耶 美泰克的高品质和可靠性的形象 让他足以定定较高的售价 一位竞争对手说到 他们机器的制作成本 故障率都和我们一样高 但只是因为他们的性欲良好 售价就能贵上100美元 然后我这时候就播放影片 好下一页 缺用洗发精神的工作 传统分工改变 完了我们就是不讲这么细 我们就是要让同学们自己上网查 你在跟谁聊天 我也觉得 我觉得不用讲太多 反正我是背景 喔 台湾的大统电波 翻版等于美国的美泰克洗衣机 嗯 嗯 嗯 好 那我们就下一页 接下来要介绍美泰克的营运状况 好 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 美泰克持续掌握了15%的洗衣机市场 并想要比竞争者多出两倍的获利空间 除了 根据这张爆表 除了1980年代以外 美泰克公司在营收方面 没有大幅的成长 但也是一路平稳的成长 为什么两个成长 成长 成长可以代替什么词吗 后面没有大幅的成长 但也是一路平稳的词 成长 好 就成长不管了 静力也是持续的增加 好 提升 大幅的提升 也是第一个要提升 提升 这个课本这样写两次成长 真的很糟糕 难怪现在没有人要用 在营收方面没有大幅的提升 但也是一路平稳的成长 静力也是持续的增加 从1974年到1981年 平均的静力占营收比例 从1974年到1981年来看 这几年平均的静力占营收比例 也相当的高 有10.8% 最高的静力占营收比例 也有到12.3% 下一页 好喜欢看我读书 为什么 我看起来很笨 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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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讲购病不是并购 我真的是不能理解 购买 并购 并购 并购比较顺啊 合并购买 购买合并 购病谁会讲 购病听起来很像是 可是课本写购病 那我要所有的都把它改成并购 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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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讲并购 先购再并 好我们就继续讲购病 没关系 大家听不懂就差了 没有在看课本 在1980年代晚期 诟病风潮兴起 许多保守的企业的执行长 担心经营权 会被恶意的诟病者夺走 并购者才对啊 什么是诟病者 诟病者 就讲并购 让他唱歌 我们有出过并购吗 没有 没有吧 夺走 变 变 单 诟病者夺走 变大局局 大笔局 大笔局债 大笔局债 已降低 局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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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大笔局债 已降低公司 对诟病者的心理 是想说 市场始终流传着 美太克可能遭到诟病的谣言 因此科鲁姆也成了 这些担心受怕的执行长之一 下一页 在1988年的时候 美太克公司 以10亿美元收购 芝加哥太平洋企业 简称CPC 主要生产吸尘器 及其他加点 年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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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达到14亿美元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美太克公司 负担5亿美元的新债务 为什么这么绕口啊 不知道哪里了 这个是CHEPGP 帮我 帮我整理的 这个他就整理得蛮好的 因为我直接把科鲁姆都给他 为了出招抵御 在1988年的时候 为了出招抵御 特鲁姆推购一起 推动了一则 购病案 恶意购病 真的喔 所以他们是恶意的 所以是购病 这个解释我就 觉得有合理了 推动了一件 购病案 先购买才合病 不是先病购才购 才购买 不是在讲什么 啊不管 推动了一件 购病案 以10亿美元的收 以10亿美元收购了芝加哥太平洋企业 然后呢 主要是生产吸尘器 及其他的家电 年营业额达到14亿美元 因为这个原因 美台客购担5亿美元的新债务 为什么还要辩护 有什么好辩护 他说认为这会让美台客成长海外市场的强远地心 CPC 他讲CPC最有名的就是 在美国有做小销售 胡佛 这是什么品牌 我又没听过品牌了 跟合意恶意有关的说法 真的喔 没有这个说法 我们就要哪里了 负担5亿美元的新债务 克鲁姆认为 认为 认为 这能够让美台客在 欧洲及澳洲 他刚讲欧洲跟澳洲吗 不是 在美国跟欧洲有信 能有 没有他就说 克鲁姆认为 这在 不对 认为这能够让美台客公司 在海外市场 找到强而有力的 立足点 CPC最知名的就是 拥有 胡佛品牌 胡佛吸尘器 在英国是吸尘器 胡佛品牌 另外就是在美国和欧洲所销售的胡佛 胡佛吸尘器 胡佛在英国是吸尘器的代名词 在英国具有独占性的地位 在英国具有独占性的地位 一向欧洲澳洲 一向美国欧洲 一向欧洲 而有力的立足点 CPC 不是啊 CPC也采 胡佛品牌的 也采用胡佛的品牌 产品线还包括洗衣机 干衣机等 但仅限于欧洲和澳洲市场贩售 胡佛拥有六间家具公司 到后来在构病后被受除 除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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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句 好嘞 就已经没差 并购是两个企业 合体成为一个新的企业 勾病是一个企业 吃到一个企业 哦 这么厉害 我们讲到哪里了 哈喽 克鲁姆在美太克的转型上 有很大的贡献 他使美太克公司 从洗衣设备专业公司 转型为多产品线的制造商 成为美国第四大家用品 成为美国第四大家用品制造商 仅似于奇异店 我今天这个也不知道 惠尔普 惠尔普到底什么牌子啊 但我知道伊莱克斯 阅读障碍的偶像 没错 仅次于奇异店 塞菲尔普及伊莱克斯 然后呢 又是这个人 克鲁姆 之前也诟病了许多的公司 让美太克的业务 扩展至微波炉冰箱等其他的产品 让美太克拥有品牌 包括妙 包括 妙厨师尊爵和 Norge & Admiro 这是什么牌子 Admiro 为什么这些牌子 根本没看过 只要介绍谁听得懂 但由下方的表可以看出 在1989年到1992年的时候 美太克的银额并没有成长 而尽力却是逐渐的下降 下一页 然后呢 然后呢 它又直接跳到下一个主题去了 惠普 惠普啥 金科合成钻石他们做的 哦 电子公司在做钻石 不是HP哦 不是HP哦 下来go 等你啊 不一样的品牌 会补水 不一样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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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美国和欧洲家电 制造商之间的合资浪潮 也是一波接着一波 但是胡佛的收购案 还是很麻烦的 虽然 胡佛在英国和澳洲是大品牌 但是它在欧洲的名气很小 然而欧洲却是个很大的市场 有将近三亿两千万的潜在家用电器消费者 惠尔普在欧洲的势力很强 在欧洲拥有十家工厂 但惠普只有两家 美太克面对的是 早已在欧洲市场站稳脚步的竞争者 像是瑞典的伊莱克斯 德国的波斯西门 Bosch 其电子业以合资的方式进入的市场 而澳洲的情况又与欧洲不同 胡佛在那里的竞争优势极高 它位于墨尔本的冰箱工厂 可以很容易的扩充生产线 量产美太克的洗衣机和红衣机 但可惜的是澳洲的人口较少 主要家电只有两亿五千万美元的市场 只有吗?这是主要吗? 只有吗? 两亿? 这样少吗? 然后又在我们的最后一页 在收购 收购啥? 收购了什么? 收购了胡佛 在收购胡佛后 胡佛 欧洲的业绩下滑 原先在欧洲市场的营收主要是来自于英国 主要占了一半 在购病后 胡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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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90年至1992年 面临盈利下降 最终亏损加剧 然后呢? 为什么突然讲到失败促销? 这个是TripGV帮我写的 那为什么会有失败促销活动? 这个有讲到吗? 这个有讲到吗? 在1993年的营运结果显示 因为失败的促销活动导致巨额支出 严重的亏损 虽然胡佛在澳洲有竞争优势 但澳洲的市场规模比较小 主要在家电视当中 只仅 这不是前面讲过吗? 仅2.5亿美元 没关系 有关 Magic Chef 魔法 厨石 魔术灵 Mi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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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有什么奇怪牌子啊? 这到底有什么牌子? 2.5亿美元 米台特希望透过这些品牌 进入低价的家电市场 但成效不如预期 收购后反而拖累公司财务与现金流 相若品牌的价值 美泰克的优质家电形象受到影响 竞争对手如今 像是奇异电子 以及惠尔普得以滲透美泰克的核心市场 美泰克在多数的产品线中失去了领导地位 跌至第三名 还不是我在第三 第四 有什么好讲的 好 我们讲完了 这是我要负责的报告 不便啦 不管了 不管了 我已经好痒了 听起来有十分钟 然后你知道今天有两个组员 都跟我说 欸我觉得好像讲不到十分钟 好像只有八分钟而已 八分钟不到 我就 现在都跟我讲就好啦 没关系啦 没事啦 不看了 我要把这个可怕的电脑关起来 还是我等下就丢到垃圾场去 为什么要戴眼睛 我就是不想照他 我就是不想照他 换MacBook 但我其中被预警 我其中被预警了 我其中被预警了 其中考成绩不佳 其中考成绩不佳 不拔 我就一个 我哪有 我就一个礼拜没去 但是那个 我现在的这堂课的 我又没有请过假 谢谢 谢谢 啥 光一送我大声说爱你 继续考电子学 继续考电子学 不要再说我笨了 我知道我很笨 我现在真心的觉得 我是一个笨蛋 没关系 我是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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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眼睛会显得我更想要装 我不是笨蛋 但其实我是笨蛋 我今天开车开在路上的时候 公车司机嫌我开的慢 他按了我超级长的喇叭 但我没有理他 我自己开的慢 因为我现在对距离 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不是啊 下班时间那个车子就很多 然后路边就又会有人聆听 然后右边的 交通两道 接到的人 他就会一直 过来一点点 然后我现在就会有人聆听 但是距离我就是觉得很可怕 我觉得我会被撞到 然后呢 就是今天的情况 就是我开的这道 原材机车车开的这道 公车司机在我后面 然后呢 就一直都很慢 然后呢 因为这样子过去右边 他有个右转道 但我要直走 然后这边 已经有一台救护车在这里 就是已经出车祸了 然后呢 就已经出车祸了 那个公车司机在那边 那边啊 然后我就 然后那个 然后就继续很慢 因为我觉得很可怕 然后我就想说 你就继续按 没关系 我不急 他车牌进去 我不记得了 就反正我 因为我妈今天来台北 然后 我们就去领了 领回了车子 然后呢 那个业务的态度 我觉得是180度的大转变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这就是年纪的威力吗 为什么它这边比较瘦啊 你看 没有要付签名 我今天就一直在签名 签名 签名 那个车主这边签名 那个 就是那个发生 这件事情的人签一下名哦 那我就一直签名 签了很多名 我不是车主 车主是我妈 我还没办法可以帮你去验 我签他后面我名字会乱签 笑我的那个 对啊 笑我的那个人 我不知道耶 是年纪的差别吗 我妈都会说 诶那个可以顺便怎样怎样 对方说没问题 这就是 小朋友比较没有话语权 这个不敢那个不敢 然后我发现我的车子洗好了 他们帮我洗好的 然后还跟我说 哦那个还是建议你那个 前面脚踏的地方 不要放东西哦 因为我们有看到一个小扫把 然后我妈说啊什么小扫把 我说就是那个扫地的小扫把 他说他这个会掉下去 我想说是掉下去哪里 会掉到哪里去 是我 他原本在后扯箱 啊为什么不能放在前面 我只是还没放回去而已 会卡住他 哦 卡在油门 哦 没有他原本在后扯箱 那就是因为上次去台南的时候 就是很多人的脚很脏 然后就拿那个小扫把在那边刷脚 然后刷完之后就是一直没放回去 但是 他们有帮我把后面的地板 上面的那个 这样 不是长滩岛 那个是什么 余光岛的 树上的 针叶 都直接帮我弄干净的 然后灰尘擦干净的 那我就觉得 哦 不用洗车 好开心哦 没有问题充那么多 但我就是一直要洗车还没洗 但他们帮我洗好 万分感谢 他们还 他们很好啊 我就是觉得很好笑 我觉得在修车子的人一定会想说 这个人是把车上当什么 衣服的那个置物空间吗 或者什么帽子跟外套我都放在车上 看看我有没有玩到什么 那你有吃晒鱼意面吗 我觉得平日好多人哦 反正假日没有人 很多杂七杂八的 对猪哦 对啊 我还没晒衣服 我妈说他晒衣服 他每次来都在嫌弃我 他说 哦我会帮你洗衣服什么什么 我就说 我也会洗啊 我只是还没洗 他说 这个我上次来的时候就说 你要帮我洗了 你还没洗 我就还没洗 他就是 分颜色分什么洗 但是我就是没有把你的衣服拿去洗 没有 对啊他觉得我很脏 但我就觉得 我说 没有啊我昨天才拖地耶 我要用漂白水拖地擦地板 他一定不觉得 我有这么做 但没有关系 我有这么做 我自己知道就好了 漂白水好认真 没有因为我一直觉得 感觉是时候要消毒一下 我妈妈 我妈是双子做的 什么鲜沙蜘蛛 什么鲜沙蜘蛛 什么意思 双子做不太熟 双子都怪人 没有吧 水瓶才是都是怪人 水瓶的人 好像都蛮怪的 水瓶超怪 好奇怪喔 这个光线 好啦就这样吧 可以喔 雖然我认色水瓶做没有怪人 小滴 丁杰也是吗 哇 怎么办 我现在得罪人了吗 没有 他们不怪 他们有怪 他们怪漂亮的 漂亮 没错没错 天秤座吗 天秤座都是怪人 这个我认同 听姐说 不是只有什么 没错 天秤都是怪人 真的 不是我要说 我认识的天秤都很怪 你看一下蔡雅恩 怪可爱的 无机会 怪怪怪的 还有谁 博星雨 怪漂亮的 陈以玲 怪可爱的 有家怪人 无机会不是天秤啊 是天蝎 超天蝎的 我完全就是想要把无机会列为是怪人而已 嗯 很好笑 我是真的很怪 我是 我是 一个 怪人 我是会吵架 对 对 我现在怎么建议 什么意思 没有啊 不是 我就是把我自己很暴躁的话 全部贴到 chipgpd上面 然后呢 用chipgpd说 请帮我用 平和 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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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友善的 语气 来 修饰 你要去抢看 蛤 太早了吧 我的眼睛这个 破掉了 应该是只有这个垫子也要换掉了 不知道我妈回台中了 有掉虾场意愿 真假的 这是什么很酷的 我没有看到 你可是想 哈哈 还要搞 除了 没有 没有 我昨天是成功戒糖一天的人 但我今天有喝饮料 但我喝的是 那个 甘蔗没错 淀粉都没吃吗 我昨天吗 我昨天有吃淀粉 我昨天吃控肉饭 我昨天其实原本想喝饮料的 我原本想要 在 因为我问吴琪会不会打捷鱼 他说他打捷鱼 你有空的话可以顺度帮我买下UG吗 他说他再借糖 我就说好吧 那我也借糖 是删掉了 那是外双膝的 掉下肠 好像想要去这间 但我记得很 好像也没有蓝掉 为什么啦 这是什么东西啊 好酷喔 为什么是 选择掉下肠 你们知道哪一间 帮忙一定要跟他借糖 就是因为他 他不喝 所以他如果这样走过去的话 他就会很不顺便 然后他走过去的话 他可能就会想说 嗯 还是我也买一杯好了 掉下吗 掉下就是一个 心平气和 看着水面 盯着 就看着那个浮标 悠悠自在的 在水上 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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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这样 咻咻 那他就会起来了 通常是这样 中间 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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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天有一次 就是無極會生熱的時候我跟他去釣蝦 然後他釣到了一隻 我釣了六隻 有時候釣蝦就會在想說 我覺得也是很好笑是 他釣的那隻很小一隻 然後店家說不能 不能把釣蝦 釣起來的蝦子丟回去嗎 然後就釣得很小隻 就這樣 就要放進袋子裡 就這樣 釣下去了 秀花 不是我 我有笑他嗎 沒有 因為我們那天釣的都蠻慘 就是我們第一次去釣的時候 釣了蠻多隻的 不是他釣起來你要秤重 然後你就吃那隻很小隻 還沒長大的蝦子幹嘛 還沒有意義啊 你還要多花錢 可以不要買 有這一回事嗎 那這樣 那這樣 現在要幹嘛 你覺得我頭髮要繼續這個 顏色嗎 現在是脆色的顏色 我如果要挑的話 我應該 就是那個粉紅色 去拿給你們看 這是拍生鞋的時候 現場他們說我可以帶走 我就帶走了 他現在有點 打結 毛躁 但沒關係啦 我們就吃筆 沒整理 就是 這頭髮 後面看會塗塗的 感覺沒辦法 這樣嗎 我現在要在裡面一點 不用挑的直接 我覺得 還是直接 我就不要染了啊 我就不要染了啊 不覺得這是一個好方法嗎 我就不要染了 你看這裡就會 微塗 還不用再補色 我覺得 我就是一個好想法 我會很像加九妹啊 他們現在是分開的 因為我現在頭髮不是捲的 它是捲的 怎麼 怎麼很像 這樣我頭髮會跟温同勳長得一樣 看起來很沒氣質 我說我 温同勳看起來很可愛 要不要綠色 不要 謝謝四毛送的啾啾你喔 海陸大很爽的 冰晶玫瑰 道白衣 它好適合錢 真的 看起來就很想打 它很適合耶 怕我看起來沒氣質 我也要來思考 現在要染什麼顏色的頭髮 深髮我應該適合深髮 不適合淺髮 我對我的聲音是氣質啊 不然是搞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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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我不是搞笑啊 我是氣質啊 什麼時候搞笑的 誤會的啥 等一下我覺得我確認好 我覺得我確認好 嘖 我覺得我就染 然後呢 我就買個假髮 那很可怕 它等一下把我頭髮剪掉 就會發生這種事情 這個算珊瑚粉嗎 這個算珊瑚粉嗎 不行耶 我完全不適合我的髮 完全不行 沒有好看啊 都看起來很不氣質 為什麼 紫色會出現在你頭上嗎 我上去會染紫色 但不知道 突顯的蛋不多 那個要飄啦 還是我 可是我不行啊 我覺得我現在已經快禿頭了耶 我今天真的禿到不行的那種禿頭了 你們想要我 嗨熊熊 想要我禿頭嗎 如果在外面會長怎樣 好 來看週間前髮長怎樣 完全不能看 完全不行 你們知道了嗎 你們看出來了嗎 想像試想這個枕頭 路上有你沒有我 我不適合啊 試想試想一下 No 是誰 上次小琴一直說 想看我前髮 但我真的覺得我不是一個 適合前髮的人 你怎麼說 比如瑞婷嗎 瑞婷好適合前髮跟短髮 唉唷 打結了 唉唷 沒有 Hasbah就打結了 一適合中 你如果沒有 你懸吊 你懸吊 如果不明白 我一適合 你懸吊 你懸吊 那我 不要弄捲坡式 暈船暈到眾所周知嗎 喔 周家酒妹 周家酒妹 想給文童去看嗎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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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什么抽加酒 怪不怪是脸的问题 无计会感觉就很坏 像你明明很诚恳 没有 你没有 硬要 我应该蛮适合紫色 我上次就是要染紫色 你说枕头吗 会不会给你看起来厚重 要拿出来 紫色头发的周间 我上岗 我上岗 然后拿出来的台上你就生气 为啥 那边就是在一起 蜒调 你不知道干吗 你在气某个人 哦 哦 哦 就是明明没有推我 但是却 却拿了我的扇子 他怎么会有扇子 他就是那個問我爸媽說怎麼拿到公關票的人啊 他說你們是怎麼拿到公關票的 四毛給的喔 笑死 完了這個摔手機一定是知道我明天要換手機所以還是故意摔下去的 資訊裡他說啥 我聽我聽 有人可以現在發放西瓜嗎 哇這也太淺了吧楊熊 你怎麼可能給他 那不然他怎麼會有 我想說這個人沒有來 甚是會啊 你也問了已經 別餓了 別人要送他去要的 對呀 無法撼動 大南瓜 怎麼可能撼動呢 對呀 今天講評審手分我就在做一下 喔 我要拚他買多分結果他就贏出你了 他應該是 應該是 可是他有買 他有買演唱會 好啦 我們值得讚賞 他有自己花錢買演唱會 那大家發現也是推廣 他想要看女友 但女友是大家最不想看到的歌曲 我也不希望在 沒演唱會上面也聽到女友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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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膩耶 很膩耶 但如果聽到reset歌 我會覺得喔 還不錯喔 但是女友那種很常在笑唱 我就不會想聽到 如果聽到什麼 這一分鐘為明天清 萬五喔 就可以 同行 同行 你要拿那個小卡 還要找啊 誰要去 欸 我要抽卡 為什麼我看人家一直在 一直都可以抽到好卡 我都一直抽不到好卡 喂 我覺得這遊戲對我來講 是 是有一點歧視 走心神絮 即將伴走 換 了 新的 住所 欸 即將換走 換新的 住所 那天抽空 約好倒 約好倒呢 換一波 雖然說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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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我喜歡reset所有歌加上 這種實在遙遠 我覺得這個組合很棒 你們覺得呢 就是最後一首真的很悲 不是像搬家那種開開心心的end 我忘記歌是什麼 你們應該也可以 那把女友換重視 好吧 沒有問題 我覺得reset很好聽的是 曙光愛情 我最喜歡他那個重 重貝蛇 多棒 我最喜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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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 選杯嗎? 星空錯誤嗎? 我對星空還好耶 很啊 就是那個啊 酒吧的那個男人 可以跳回來reset嗎? 跳回來reset 就算跳回來的話 我可能也不會有啊 你現在跳回來幹嘛? 小慧那時候在日本的reset公演 笑死 錯過了週間最後一場的reset公演嗎? 很很很很很 很假 我那時候以為最後一場reset我會升歌 但沒有 就大家沒有哭 reset最後一場要分出了 然後我就是 等一下等待那個時機帶 沒有欸 沒有欸 升歌不在對不起 我記得還有誰 Emma握手會來的時候 也一直在跟我說 我是每一次要錯過那個 初鑰匙可 好可愛 你看周這樣哭 看我哭幹嘛 然後她是升歌沒哭 只有畢業的時候哭 現在我跟Emma說好 只要你有什麼事 要一定跟她說 可愛 畢業你會在 是舉手不在 這是什麼時候畢業啊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好 明年中吧 真假的 會當那麼晚嗎 我要後悔了嗎 不知道 可能要等我正式沒有演出的那一刻我會後悔 所以他說我可愛嗎 對 看武奇什麼時候練好吧 不知道耶 會不會看他超異的誰異的 就說欸媽媽 畢業工也拍照那個嗎 你要怎麼問 但製作者是都還沒出來你要怎麼知道 他們感覺不會回你 敲音嗎 我沒有跟這個人講過話 我好像沒有看過 我好像只有在握手會的時候看過他 一眼 但因為他也沒跟我講過話 我也沒跟他講過話 我也沒看過這個人 我也沒看過他練習 所以就是 喬音喔 不知道 喬音 什麼空氣前輩已經變空氣後輩 五七喔 我跟誰講過這句話 你要感謝嘉一 為什麼你賭他賭中了嗎 你賭他 所以你有免費公演票喔 真假的 這麼好 那些是空氣後輩 我不知道欸 我啦我啦 空氣後輩 玩 還有 不知道不要 隨便啦 嗯 我也沒有跟他們 還有很多時間相處 就 看誰有緣分 有聊到天 那就是有聊到天 沒有聊到天 那就是 有緣再會 你是拿到我簽名版版 真假的 哪裡可以看啊 會不會說最喜歡你 那我會去跟他聊天 臉書有名單 臉書有名單 現在對嘉義很敏感 大家可以不要再 為什麼了 什麼意思 中獎名單 二輪是什麼概念啊 沒有人賭嗎 是這個意思嗎 指定沒被抽到 喔 指定沒抽到 指定沒抽到 預測對是啥 抽了 沒中 然後被別人抽走了 然後他可以 然後二輪就是還有再去 抽其他的 人 這是中間的邏輯不太好的地方 你幫我排水穩重 真的 抽中誰啊 啊你怎麼 你怎麼在二輪啊 隨機 我今天會說笑死 沒關係我沒有搞懂規則 反正呢 就是 好 今天塔普猜了嘉義會拳王 但他指定週間 所以 所以 又選那 中了 那就會選二輪 反擊想要在你的手上 是嗎 我剛剛講是對的嗎 就是你要猜對 拳王是誰 然後指定週間 這樣子就會抽中我的 哇 塔普不信任我 但是 但是 不覺得我會是拳王 然後覺得嘉義是拳王 然後當然要週間的 喔 拿入後兜拿入後兜 我就是泰現的O印週間 讓我解釋 那你怎麼會拆嘉義 好酷喔 好酷喔 難過了 就是O印才輸光 對不起喔 大家 好好笑 好酷喔 二十四位 預測成功也太強了吧 你們 他可以買一組就差一個人 輸光了 欸那個公演 所以是只有四個人抽中嗎 所以後面就 你買二十五才二十個人 那你怎麼沒有啊 但是都可以指定 喔全菜包牌 哪路口都哪路口都 所以公演席次也是只有 不是才對的人都有 是嗎 還要再抽抽抽抽抽獎 原來如此 原來如此 所以二輪的人是 二輪的成員是 指定無期會 但可能 沒有沒有沒有 下次覺得嘉義會得拳王的人 才會得到這塊板子 然後呢 可能想要 可能想要 他們是有人指定嗎 應該是有人指定吧 他有人指定 一定有人指定啊 怎麼可能沒人指定 想要一輪中了但被抽中 那假如說像無期會 假如說 假如說週間指定了無期會 那為什麼 假如說我也猜中嘉義 那為什麼 我不是一輪的 真就抽走走朋友二輪 如果他粉絲都沒有猜中 那可能就是沒人指定啊 猜中的 喔 預設跟指定的一輪是被指定的 猜中的人沒有指定是誰 喔 只有24個人猜中是嘉義對不對 猜跟雪是兩回事 就兩個人指定同一個人 二選一 其中一個人 另一個人 你現在看起來比剛剛讀書笨 對就是我看得出來 我邏輯很差這件事情 好 沒關係 我覺得你們很棒 沒關係 我知道我看起來很笨 第三節喔 別這樣花錢耶 喔 喔 二輪就是指定但他輸了 喔 反正就是只有這24個人對不對 然後其實他沒有簽名板 在上面的人就是沒有被抽走 就是二輪沒有算到這些成員 所以就沒有他們的簽名板 前幾天累積在直播幫我想要支付道路 真的假的 什麼什麼 我也想知道 有什麼支付道路 就是他說你們難敲小卡可以隨便拿你們成員 對啊 然後呢 然後我畢業後拿出去買 拿出去賣 我要嚇死 誰會買 這種包套是不是 發大財 發大財 它是幫我想嗎 還是幫所有人想 這一定還是幫所有人想吧 好賺喔 敲卡夫妮 剛剛二期想 兩間收 好賺喔 週間 可愛 五秋黑可愛 路卡可愛 公公可愛 我覺得不行 我這樣捏啊 覺得沒有捏到誰可愛的話 有人會走心 都可愛 就是 所有人的啊 泰琳 巧姨 路卡在前面 可愛 超可愛啊 看一下我們的 可愛 可愛 可以考慮 好的 我要關播了 OK 唸個綁 第十名是 許阿北 謝謝許阿北 第九名是 博雲 謝謝博雲 第八名是 海陸大亨 謝謝海陸大亨 第七名是 歐比王 謝謝歐比王 第二名是 不想 第二名是不想 上班 謝謝不想上班 第五名是 冰廁 謝謝冰廁 第四名是 夜空sky 謝謝夜空sky 第三名是 咪魯 謝謝咪魯 第二名是四毛 謝謝四毛 第一名是光一 謝謝光一 謝謝光一 耶 不打 沒有不行 消失的時間是 什麼 剛剛有蜘蛛事件嗎 我今天不是才剛開播嗎 今天不是就播一個半嗎 好的 本週週間呢 你們知道還有什麼時候可以 週間還有什麼時間點可以直播嗎 答案是 十一月十六 禮拜十五沒空 禮拜三我也沒空 禮拜五也沒空 三十五沒空 只有禮拜六而已 但你們禮拜六是不是要看公演 但我禮拜六也很忙耶 一一一一六的話 就是 可能中午十二點之類的 對啊 你有法會 蛤 大概是 可能播一個小時左右 有 好的 你真的要去掉蝦喔 真的假的啊 中午掉蝦蝦都掉起來嗎 你會帶白地 真的假的 不知道長怎樣 好的 拜拜 白地帥哥 真假的 我看看 有人看過了 拜拜 禮拜五見 拜拜